伯爵的金庸也有无知的一面 少师最爱看金庸的书 对其崇拜之情 如滔滔将水奔流而下 现在看来书中些虚情节实在是不尊重历史 只能说伯爵如金庸也有些方面无法顾及 神雕侠侣 杨过四下找吃的 发现一片玉米 过去摘了几个吃 玉米的原产地是美洲 十五世纪末才传入欧洲 大概在十六世纪中期传入当时的明朝 神雕侠侣的历史背景是南宋末年 当时中国根本没玉米 最早也要三百年后玉米 才可能传入中国 天龙八部 段玉行了二十余日 听着图人口音 坚决清雅绵软 菜条中也没了辣椒 金庸大概以为南方几个省份 自古就爱吃辣椒吧 其实明朝以前南方人用的新料是麻椒 辣椒这种卧种同样产自南美 大概在明末才传入中国 而天龙八部的历史背景是在北宋 相差有四百多年吧 天龙八部 段玉在燕泽五合地罗春 这个真的纯粹就是笑话了 起码从侧面说明金庸绝对不是个爱茶的人 传说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发现了一种极品茶叶 取名下沙人乡 历朝历代受到文人骚特的追捧 到了康熙年节 康熙觉得这名字太俗了 就给改了个名字 叫碧罗春 段玉生活在北宋年节 他居然喝了六百多年后 才被人命名的茶叶 当时发现这个漏洞 小编我实在是忍俊不已 偷笑了